这个东西躲得了 一时躲不了一世啊 我不知道 就接下来这个两个月 颜宽恒这些东西 他也没得躲 其实也不需要躲 但他昨天那干嘛就要离场 他为什么就要留给 因为那真的不是他的事 这个事情来同去脉非常简单 但是讲完之后 大家一样都会被带风向 那我还要讲吗 还是要讲 因为我知道 我先给各位看 为什么我这么悲观 所以我拜托国民党 你的悲观是指哪一个 中俄补选悲观啊 不是我是指 未来的铺天盖地 刚才千惠你这个议题不是 就是一定会继续黑下去吗 我非常的悲观 而且更黑哦 一定会黑 黑到无以复加 我得各位看一个东西 然后我会跟各位讲 现实真的状况是什么 然后教大家应该怎么做 我要麻烦大家好 现在4200个人在线 再帮我邀2000个人进来 因为我需要大家帮忙 真的要靠大家 好不好 再帮我邀2000 因为我前两天 真的太难看了 是不是 我睡不好觉 真的吗 有志请说 因为为了让千惠好睡觉 好不好 再帮我邀2000个人 麻烦按赞 倒赞不要理他 那个分享再帮我出去 丢到韩国瑜社团 丢到赵高康社团 丢到蔡英文 小英自由会社团 都没关系 全部丢 帮我去做分享 拉多一点的人 因为我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帮大家 要请大家帮忙 为什么要请大家帮忙 这种铺天盖地的抹黑 一定会继续下去 我给大家看 我本来要用iPad 但是看起来不太容易用 这个我一个习惯 你知道吗 我喜欢看light day 因为light day的 他的新闻选取方法 是用演算法 就是哪一个 比如说中天新闻网 快点TV 今天这个新闻很热 他就把它选取 他就把它放上去 就会形成说你在light day上面 看着一格一格的 所以light day 很多人说是很偏绿 不好意思 你说机器人偏绿 机器人是机器做的 他没有偏绿偏蓝的问题 但是他在一格一格的 就是最热的新闻 就会往上面丢 对 他会跟这些媒体全部签约 所以这是盐宽衡 盐清标 盐家 前几个 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图 是在盐宽衡7点10分 要宣布前 我要进中广新闻网之前 把它结下来 昨天 就是我在观察说 前一个小时 民进党在干嘛 各位 一个小时前 你在light day的首页上面 全都是盐宽衡 对 盐宽衡 盐宽衡 当然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两个人被打最凶的 一个盐宽衡 一个是柯文哲 柯文哲 对 都没有其他人的新闻了 为什么 你自己看 当今他们最怕的两个人 一个叫盐宽衡 一个叫柯文哲 来 有没有 林静怡骂盐宽衡 还是盐宽衡 盐宽衡 柯文哲 盐宽衡 盐宽衡 这什么意思 7点10分 要开记者会 他知道会有一波流量 我先给你 按下去 厉害吧 很厉害吧 各位 你看到这个 你不怕吗 你没有一点点 未寒的感觉 很恐怖 盐宽衡衡 恐怖吧 你在一个小时前 操作 前卫 我换准你 今天是掌管 国民党 掌管民众党 你会这么做吗 你想不到的 盐宽衡 包括 原知你们国民党 如果再操作这个 一定会说 我等盐宽衡 开完记者会再说 我们以前都这样 盐宽衡 都还不知道 要不要出来 选呢 他们就已经锁定 盐宽衡在打了 前卫讲的你们懂了吗 这就是民进党的恐怖啊 如果是国民党 他一定会说 我们等盐宽衡 开完记者会 我们来看决定要怎么办 不是 你等一下 7点10分要开 我已经先给你准备好了 我风向先给你定了 先下手为强 恐怖吧 恐怖吧 再来 我给 接下来给各位看的是 记者会之后 我给你讲更严重 更严重 就是美泽这个新闻 最多留言 他被选到里面去 请问留言 以现在的状况 大部分是什么 1450跟复制成果 跟复制张长的成果 最多留言可以灌到这些新闻 上了light day 大家在看 里面在讲什么 一样 严家 严宽衡 黑资料 这么黑 这么黑 欠债 这么黑 帮派 黑黑 来 全部都是这个 不是严宽衡 就是点两句 柯文哲 要不然就是周遇寇 全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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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自由电子报 选择全部都是这些报纸 恐怖吧 前前后 你有看到严宽衡参选的新闻 没有 你看不到严宽衡 你知道昨天严宽衡 写了 讲了多少的话 你知道多少的金句 今天如果是林静怡讲 大概已经在满板面了 昨天彪哥说 香都差不止了 人心怎么会正 你想 千伟 这个如果是林静怡讲的 会不会变成头条 没有 昨天严宽衡 连篇文章写的多棒 结果被洗掉了 他写 家在哪 宽衡就在哪 这是不是 我们媒体 按下标题 是 你有没有看到任何 Lite Day Google News 完全看不到 懂了吗 这就是千伟 为什么这一集这样 我也说悲观的原因 你要凭什么跟他们打 这个就是真实状况 我截图 记者会前 跟记者会后的画面 给大家看 我还没给大家看完 后面还更多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袁宽衡这一仗 会承受跟韩国瑜一样的重量 跟柯文哲两个人分担那颗核弹 以前是韩国瑜一个人承受了 现在这颗核弹是盐宽衡 跟柯文哲分享 两个人一起被打 在那过程里 他们两个狂轰猛炸 一定会用黑 黑一定是他们第一个 一定是完完全全 一定会用 严加的黑道帮派 各位要怎么办 现在多少人了 快五千了 谢谢大家 麻烦再多早一点 越多人越好 因为我现在麻烦大家一件事 昨天韩兵哥帮了一个大家 一个忙 韩兵哥被黄成国告 法院认证 黄成国是黑道 告我啊 叫兄弟来扛我 天道门里面 还真不少一些大哥 我好朋友 你看哪几个大哥 会出小地来扛我 法院认证的黑道 谢谢韩兵哥 麻烦大家去把这些新闻画面 全部结下来 把标题结下来 然后把连结结下来 大家可以选快点TV的 他已经昨天报了两三条 韩兵哥的 还专访过韩兵哥 大家去叠那个快点TV的那几则 然后把它存在你的记事本里面 当你看到这些塔律班 自由时报 三立 三明治 又在讲 言宽和黑道 言宽和黑道 言庆不要黑道 不客气 也不要跟他吵 就直接把标题跟新闻连结 给他贴上去就好了 言宽和黑道 只不过荼毒中二选区 就算是啦 蔡英文的黑道 是国策顾问 还要比吗 不用比了啦 贴上去就好了 好不好 麻烦线上 现在大家线上的 已经五千了 五千了 五千的 麻烦大家都去帮我做这件事 因为我刚刚早上直播的时候 有试过 那我就插播一下 路过的Lio Fu 他说有事这个分析的好 所以大家知道严重性的嘛 大家知道严重性 Lio 对不起 这个叫什么 Lio Fu 对 你知道这个严重性了吧 你玩不过他的啦 这些light day google news的版面 你别想用 我在跟 舰上的五千观众朋友讲 你别想用 但是我要用你的一个东西 借罗友致用一下 拜托 现在 就是现在 分享件 借我用 拜托 就算我拜托你们了 借我用一次 分享件 借我用这二十天 六十天 两个月 借我用这六十天就好 这六十天 我一直要大家用分享件 拜托 谢谢大家 然后每天分享件 分享件 我又不厌其烦的一直提醒大家 否则 你刚刚看那个light day的状况 你打得赢吗 你打得赢吗 你打不赢的 所以就算我把整个严宽恒的事情 全部都讲得很清楚 千万刚问我的严清彪怎么样 我都知道 因为我已经专访过他们两个 我不是 我私底下去问过他们了 我讲清楚了 light day会排上去吗 能见度有限 能见度太有限了 今天light day又被抓了什么新闻 他抓了什么新闻 周玉寇呛言清彪 有种来我节目啊 什么东西啊 再加上 周玉寇在他的节目直接LINE 直接打出去 给蔡昌博 台中市警察局局长 对 千万你我都是记者出身 你觉得可以干这种事吗 你新闻采访这些 你有干过这种事吗 我们可以干这种事吗 每天呛我们说 他跑了40年新闻的 45年新闻的 你如果从25岁跑新闻 你现在可以 你吗 年纪我不管 好不好 那你自己的 你自己去试 你每天呛我跑45年新闻 大家加一加 简一简就知道 你每天呛人家 新闻之力 你用这种新闻伦理 荡然无存的这种方式 从以前 我40年前的前辈 在告诉我 不准干这种事 我这辈子干过一次 然后我被 整个所有 不天干的路线 被人家封杀 从前我痛丁思痛 我23年前 刚出道两个礼拜 我发现犯过一次错 从此又不犯这种错了 我要采访之前 我一定问 言之啊 我采访你好不好 好 如果他说不好 我跟你讲 我会想尽各种方法 但是我不会用偷露 硬逼的 没有这种事情 对 两位都是政治人物 如果今天哪一个媒体 对你们做这种事 霸凌官员 你明天还会接受他吗 真的是霸凌官员 他没在怕 他没在怕 没有人有这样的特权 谁可以这样做 真的是不应该 而且这是媒体公器 这是大家的 电波公游理论 这你们不会想要知道 我也不必讲 但是他可以利用他的媒体 然后上面写标题 警察局长敢 拒绝 扣扣节反问 为什么不敢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 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